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停不下来的人》 这是一本有关强迫症的科普书 强迫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 不停地洗手、反复检查灯有没有关 这些都可能是强迫症的表现 强迫症在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中排第四 仅次于焦虑症 精神病学家认为 强迫症的发病率大约在2%到3% 按这个比例 中国有超过3000万人受到强迫症的困扰 强迫症会给患者带来很多痛苦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强迫症 列为第十大致残疾病 认为强迫症对生活的负面影响 超过了糖尿病 在埃萨俄比亚 一位叫贝拉的女生 因为强迫症啃掉了家里的一堵墙 七年时间里 吃下的土砖超过半吨 结果她体内长满了寄生虫 肠胃肿胀疼痛难忍 即便如此 贝拉经诊断也只是中度强迫症 很多中度患者比她还要痛苦 本书作者大卫亚当 是《自然》杂志的作者和编辑 也是一位着有成就的科普作家 曾被英国科学作家协会评为年度作家 更重要的是 大卫也是一名强迫症患者 具体表现是非常担心得上艾滋病 总觉得生活中充斥着艾滋病毒 他会不断地擦杯子和瓶子 如果皮肤擦出血 他就会担心 是不是被感染艾滋病毒的钉子弄伤了 大卫很清楚这些想法毫无根据 但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在被强迫症折磨了十多年后 他终于开始寻求医生的帮助 也对强迫症有了更多的了解 他结合自己求医问药的经历 写下了这本有关强迫症的科普书 书中不仅介绍了强迫症的成因和表现 还梳理了科学家对强迫症的认识变化 以及在治疗上的各种探索 本书出版后登上了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 畅销书排行榜 并被卫报评价为令人震撼和惊叹的作品 下面我们会通过三个部分 为你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 什么是强迫症 第二 是什么诱发了强迫症 第三 如何治疗强迫症 先说第一部分 什么是强迫症 强迫症在医学上的正式名称 是强迫性思维及行为障碍 它是由侵入性想法引起的 在思维和行为上的持续性重复 患者知道自己的想法和行为 并不理性 没有必要 却没办法控制自己 深受其害 什么是侵入性想法呢 每个人在生活中 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 其中有很多是 突然出现不受控制的杂念 比如 我下班坐地铁时 脑子里突然想起一首音乐 或者工作时走神 开始回味最近看的小说剧情 在这些杂念中 有一部分想法 违背了我们的自我认识 缺乏动机和逻辑 让我们痛苦又震惊 心理学家把这些想法 称为侵入性想法 他们有可能会发展成强迫症 举个例子 一个很爱孩子的母亲 看到自己的孩子时 突然想掐他的脖子 或者一个人 没遇到任何不开心的事 但站在高处 就有冲动往下跳 这些都是侵入性想法 他们和我们的自我认知 是相冲突的 我们觉得自己 不该有这些想法 会因此痛苦甚至恐惧 担心自己 是不是精神有问题 侵入性想法的 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与自我认识相违背 来看个例子 小王的母亲去世了 小王非常悲伤 工作时注意力无法集中 不停地想念母亲 这也属于不受控制的杂念 小王也会因此痛苦 但他符合小王的自我认识 小王觉得自己这么想很正常 所以不属于侵入性想法 侵入性想法 常常涉及到伤害自己和他人 或是不可理喻的担忧 所以人们很少谈论这些想法 但心理学家的调查显示 侵入性想法其实很普遍 90%的人都承认自己 有过侵入性想法 大多数开车的人都想过 把车开出马路 有40%的人 有过从高处跳下去的冲动 还有许多人曾担心自己 染上性病 虽然侵入性想法 让人痛苦又迷茫 但多数人会把它当成 一闪而过的杂念 不会过分关注 一段时间后 这些想法就自己消失了 但有些人没法做到不在意 他们会非常焦虑 觉得这些想法太可怕了 我一定要控制自己 不这么想 于是他们会用 重复性的强迫行为 来压抑想法 缓解焦虑 比如对作者来说 他就会不断擦杯子和瓶子 告诉自己 我把家里打扫得很干净 不会有艾滋病毒 有个女孩的侵入性想法 是会有虫子进入体内 于是她整整10个月 不开口说话 来避免虫子飞嘴里 还有的强迫行为很隐蔽 属于外人 没法观察到的心理行为 比如作者和别人吃饭时 会特别注意 每个人喝过的杯子 避免混用 但这些压抑行为 反而会导致 侵入性想法的反弹 让想法变得更强烈 更难以克制 这在心理学上 叫白熊效应 这个名字来自一个 很著名的心理学实验 心理学家找来两组学生 A组学生被要求尽量 不要想一头大白熊 B组学生被鼓励更多地想白熊 学生每次想到白熊 就按下面前的呼叫铃 记录想到的次数 结果并不意外 平均来说 被鼓励去想白熊的B组 想到白熊的次数更多 接下来心理学家 把两组学生的任务交换了下 原来不要想白熊的A组 现在要努力想白熊 原来努力想白熊的B组 要不去想白熊 结果显示 A组想到白熊的次数 会迅速增加 比B组一开始想到的次数 还要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 心理学家认为 大脑压抑自己 不想白熊的过程 可以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转移注意力 这是我们主动做的事 为了不想白熊 学生可能要去想 昨天吃了什么 之后要去哪里玩 第二个部分是 大脑会进行检查 看看我们有没有想到白熊 这是不受主观控制的 自动化行为 但这两个过程会产生冲突 首先 当大脑检查 我们有没有想白熊时 这本身就是在提醒大脑 白熊的存在 让大脑对白熊的印象更深 更容易想起来 其次 转移注意力不去想白熊 这是要消耗精力的 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但检查白熊是 无意识的自动化行为 不会说听就听 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当学生 停止转移注意力时 大脑依然会检查 有没有想白熊 于是导致A组学生 更容易想到白熊 压抑侵入性想法 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不可能24小时 都控制自己转移注意力 总有疲惫的时候 所以人们越是压抑侵入性想法 越是容易在松懈时出现这些想法 从而演变成持续性的强迫思维 并形成相互强化的循环 强迫思维越常出现 人们就越焦虑 用来压抑思维的强迫行为也越频繁 这又进一步激活了强迫思维 最后 当一个人每天都把大量时间 花在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上时 他就成了强迫症患者 随着强迫思维和行为的加重 患者还会出现其他一些异常表现 作者主要介绍了两种 一是放大风险 强迫症患者总担心发生不好的事 这种焦虑会让他们夸大风险 觉得只要一件事情的发生概率不是零 那自己就有可能碰上 有医生告诉作者 接吻传播艾滋病的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一 普通人听到这种说法 会觉得接吻很安全 不会传播艾滋病 但在作者看来 既然风险不是零 那自己就可能通过接吻感染艾滋 这反而让他更担忧 强迫症的另一种表现 是不信任记忆 很多强迫症患者会进行反复检查 比如电灯有没有关好 杯子有没有擦干净 一开始这么做是为了缓解焦虑 但重复次数多到一定程度后 患者会怀疑记忆的可靠性 不确定自己是否关了灯 进一步加重强迫行为 为什么反复检查会降低对记忆的信心 心理学家认为 我们的大脑在重复记忆相同场景时 会忽略熟悉的东西 关注陌生的有新鲜感的东西 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 比如厨房灯有没有关 在第一次检查的时候就确认了 后面再检查时 大脑就不会关注这些熟悉的事情 于是在多次检查后 一开始就记住的细节反而会变模糊 让人产生自我怀疑 强迫症易焦虑和重复行动的特点 在其他精神疾病中也有出现 所以生活中 人们很容易把强迫症和焦虑症恐惧症 以及强迫人格障碍混淆起来 但他们还是有区别的 先说强迫症和焦虑症 他们的区别在于 焦虑症的对象是明确可见的现实风险 而强迫症的焦虑对象往往是幻想出来的风险 举个例子 小王学习成绩不好 面对毕业答辩他很担忧 生怕自己毕不了业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这种情绪严重下去会导致焦虑症 但如果小王无缘无故开始担忧自己出车祸 他自己也觉得这很荒谬 可就是控制不住这么想 这就有可能变成强迫症 接着说说强迫症和恐惧症的区别 这两种患者可能都害怕同一个东西 区别在于 恐惧症患者的恐惧来源是外界 可以想办法避开 但强迫症患者的恐惧来源是内心想法 没办法避免 比如我是个蜘蛛恐惧症患者 但只要我别看见蜘蛛 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 平时我也不会想着这件事 但如果我是个强迫症患者 整天担心蜘蛛钻到嘴里 就算我没看见蜘蛛 也会不停地疑神疑鬼 担忧蜘蛛是不是藏在房间某个角落里 我可能会反复打扫房间 确定房间里没有蜘蛛 最后说下强迫症和强迫人格障碍的区别 强迫人格障碍是说 过分追求条理和秩序 对细节斤斤计较 和强迫症的区别在于 强迫人格障碍患者的想法是自我协调的 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比如我是个极端洁癖的人 认为所有的东西都要擦十遍才可以 容不得一点脏乱 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打扫整理上 并为此感到自豪 那我可能就是强迫人格障碍 强迫症患者也可能反复打扫 但他自己知道这没有必要 同时强迫症患者的打扫 往往局限在一块区域内 有可能他每天洗十遍马桶 但厨房里却还堆着几个月前的剩菜剩饭 而强迫人格患者没有这种局限 会把看到的一切都打扫干净 好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知道 违背自我认知的侵入性想法会让人非常焦虑 并试图用行动来压抑 最终演变成强迫症 关于侵入性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目前科学家还没有找到确定的答案 在中世纪的时候 人们认为侵入性想法是恶魔附身的产物 是灵魂被玷污的表现 还有的人觉得 有这些想法的人都是疯子和变态 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则认为 童年时对性欲或排泄本能的压抑 会导致侵入性想法和强迫症 但现代心理学发现 大多数人都有过侵入性想法 内容各不相同 而在某些因素的作用下 有的人更容易产生侵入性想法 或是对侵入性想法感到焦虑 从而发展成强迫症 下面第二个部分 我们就来说说 这些容易诱发强迫症的因素 这里主要介绍四种因素 第一种因素是信念失调 这里是指不符合实际 影响我们客观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 作者讲了三类信念失调 第一类是思维和行为的混淆 拥有这种信念的人 会过度夸大想法的重要性 他们会觉得想法就等于实际行动 这种人一旦产生了侵入性想法 就认为自己做了错事 很容易焦虑 比如我走在街上 看到银行突然想 我要不要进去抢钱 普通人可能对这个侵入性想法 一笑而过 不去管它 但我会觉得 自己这么想就代表会这么做 所以我是个道德败坏的犯罪分子 这个想法会让我很焦虑 从而用强迫行为来压抑想法 第二类信念失调是完美主义 什么事都要求一丝不苟 不允许一点差错 这样的人一旦出现侵入性想法 也会更焦虑 还是拿抢银行举例 如果我是完美主义者 虽然我不认为自己这么想 就是犯罪分子 但我会觉得这些念头太奇怪了 我绝对不能再想它们 为了追求确定性和安全感 我也会用强迫行为去压抑 第三类信念失调是责任放大 拥有这种信念的人相信 只要自己能和一件事扯上一点关系 就要对这件事的一切后果负全责 心理学家发现 一个人对事情的责任感越强 就越容易产生对不良后果的侵入性想法 比如我是个司机 如果我相信要是出了车祸事故 百分之百都是我的责任 那我在开车时就更容易有侵入性想法 一会儿觉得自己会把车开出工度 一会儿觉得自己会闯红绿灯撞死人 有了这种想法后 我就更焦虑了 生怕自己真做出这些事 于是就会产生各种强迫行为 比如不停地看后视镜 开车速度特别慢 有些强迫症患者 还会从街上捡一大堆碎玻璃片 因为他们担心有人会被刮伤 如果不阻止这种事儿 就等于是自己故意划伤了这些人 这些不合实际的信念是从哪来的呢 心理学家认为 信念失调的重要来源是童年经历 如果父母给予年长孩子权利 让他在小时候过多地管教弟弟妹妹 他长大后可能就会有责任放大的问题 还有的研究发现 强迫症患者的父母往往要求很高 希望孩子成绩名列前茅 在这种压力下 孩子会追求完美主义 给自己定下更严苛的要求 从而导致信念失调 诱发强迫症的第二种因素 是创伤性事件 心理学家发现 有超过一半的强迫症患者 能明确指出强迫症出现前 发生过某个让他们不安的事情 有个叫霍华德的孩子 在五岁时目睹了一场车祸 一个行人被车撞得不省人是 浑身是血 霍华德当场被吓得浑身发抖 过了几天后 他就开始疯狂洗手 有时候大半个晚上都在水池边洗手 把皮肤洗到开裂出血 他还不停地纠缠父母和老师 问他们自己的手是否干净 霍华德说 自己洗手不是因为害怕细菌 而是心里有种诡异的感觉 只有洗手才能让自己不去想它 这是很典型的强迫症表现了 除了这种心理打击 身体上的创伤也可能导致强迫症 有个美国人在车祸中 颅骨骨折陷入了昏迷 等他苏醒过来后 就出现了强烈的侵入性想法 整天担心自己得艾滋病和癌症 还有的人在癫症手术后 开始反复检查东西 计算物件的数目 至于创伤性事件 为什么会导致侵入性想法 为什么患者的强迫症表现各不相同 还依然是个谜 需要科学家继续研究 寻找答案 诱发强迫症的第三种因素 是基底神经结出问题 基本的基底部的底 基底神经结是大脑深处 最古老的部分之一 在许多生物身上都有 神经科学家认为 基底神经结储存了 重复化和自动化的行为程序 保证生物在遇到紧急情况时 能够不经大脑思考 快速做出反应 如果这里出了问题 这些行为程序 就会被错误的出发 或无法及时关闭 从而导致强迫症 科学家通过磁共振扫描发现 许多患者的强迫症出现时 基底神经结附近的脑区 会异常活跃 还有很多患者 是在基底神经结出问题后 出现强迫症 有个荷兰人在42岁时 心脏病发作 导致基底神经结区域 缺氧功能发生紊乱 之后他就开始 强迫性地吹口哨 每天最多要吹8小时 如果不吹口哨 他就会感到愤怒 焦虑 还有个法国人 在被黄蜂遮了后 浑身抽搐陷入昏迷 脑部扫描显示 他的基底神经结 受到了损伤 一段时间后 他开始出现强迫症状 不停地在心理数数 还会反复开关电灯 诱发强迫症的 第四种因素是演化 有些精神病学家认为 强迫症不仅是 人体某种功能出了障碍 还可能是 大自然演化的产物 有种演化理论叫群选择 这种理论认为 如果个体的行为会给集体带来好处 那么这种行为就会流传下来 强迫症的许多表现 比如反复清洁 反复检查 在早期原始社会中 都可能对部落集体有益 比如说 某个原始部落里 有几个强迫症患者 会反复清洗要吃的食物 只喝河流上游 未经污染的水 虽然原始人对细菌没有概念 不知道这么做的意义 但客观上 他们提高了整个部落的卫生标准 相比其他部落 这个部落得病的可能性就更低 繁衍的也更旺盛 于是 这些非理性的强迫行为 就在演化中被保留了下来 还有种理论猜测 强迫症来源于 每个人天生都有的厌恶感 厌恶感是演化的产物 促使我们远离那些 可能造成危害的事物 比如我们看到 粪便和老鼠会觉得恶心 因为他们会传播疾病 看到血肉模糊的伤口 我们也会厌恶 这让我们想到死亡的危险 于是有人提出 如果一个人的厌恶反应特别强烈 那这个人为了消除厌恶感 就更可能做出强迫行为 一些研究也支持了这种假说 在实验中 强迫症状越严重的人 看到马桶或伤口图案时的 厌恶程度也越高 不过作者也提醒读者 强迫症演化方面的研究 目前还处在早期阶段 大部分理论都停留在猜测假说的层面 我们要用谨慎的态度来看待 好 说到这里 总结下第二部分的内容 信念失调 创伤性事件 基底神经节紊乱 以及演化都可能诱发强迫症 那么接下来的第三部分 我们来说说如何治疗强迫症 在对强迫症缺乏了解的中世纪 强迫症患者的下场是很悲惨的 可能被当成魔鬼附身 送上火刑架 或被当成疯子关一辈子 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渐渐意识到 强迫症是一种精神疾病 在二十世纪初 弗洛伊德最先采用精神分析疗法 治疗强迫症 前面说过 他相信强迫症来自童年时 对欲望的压抑 所以弗洛伊德会询问病人的 童年经历、性经历 以及和父母的关系 通过让患者接受创伤经历 释放被压抑的潜意识 来治疗强迫症 但到目前为止 没有可靠证据证明 精神分析对治疗强迫症有效果 许多患者 就算接受了很多年的治疗 依然没有好转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一些医生通过 切除病人大脑的一部分 比如脑额液或边缘脑白痣 来治疗强迫症 这种手术的原理是这样的 虽然我们不知道 强迫症是大脑的什么区域 出了问题 但强迫症的产生 总归需要在神经回路中 传递信号 那么只要扰乱神经回路 让强迫症的神经信号 无法传输就行了 所以脑外科手术 并不是把出问题的大脑治好 而是直接破坏大脑 让问题无法出现 客观地说 这种手术确实有效果 1945年英国医院管理委员会的调查显示 实施额液切断数的强迫症患者 有三分之二病情得到了缓解或消除 但200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 25名接受脑外科手术的强迫症患者中 有9人的病情有所缓解 但有22个人都出现了副作用 其中有10个病人 在心治功能上出现了重大问题 另外在20世纪60年代 厌恶疗法也一度流行 它指的是把强迫行为和令人厌恶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厌恶疗法的常见形式是电击疗法 比如有的强迫症患者会反复洗手 医生就在他的指头上绑上电击 洗手时电击触到水流就会发出电击 但事实证明 厌恶疗法对强迫症并没有效果 患者最后往往又回到了白熊效应上 越想逃避强迫症状 症状反而越严重 这些方法现在都已经被医学界抛弃 如今广泛使用的有效治疗方法主要是两种 第一种是药物治疗 这里的药物指的是一类常用的抗抑郁药物 统称为SSRI类药物 有的医生发现 强迫症患者吃了这类药物后 症状会明显减轻 有个强迫症患者害怕感染细菌 不愿意碰触别人用过的任何东西 吃了这种药之后 他居然愿意拿别人的球拍打球 打完后也不会强迫自己洗手 如今这类药物被广泛用于治疗强迫症 SSRI类药物会提升血液中的血清素含量 而血清素承担着传递神经元信号的作用 至于为什么血清素含量上升 强迫症就会好转 科学家们依然没有完全搞清 还在继续研究中 需要注意的是 这类药不是对所有强迫症都有效 有大概40%的患者吃了药也没用 而这类药有明显的副作用 可能导致性欲降低和注意力不集中 如果停止服用 还会产生戒断反应 作者停药后会经常睡一半惊醒 甚至痛哭流涕 此外还会感觉到各种气味 比如刺鼻的柴火烟味 或是甜香的焦糖味 第二种方法是认知行为疗法 这属于心理治疗 治疗师会从认知和行为两个层面 来改变患者对强迫症的态度 在认知层面 治疗师会告诉患者 强迫症的形成原理 让他理解压抑侵入性想法 反而会导致强迫症的产生 治疗师还会寻找患者信念失调的地方 教患者辨别和驳斥这些不合理信念 认知行为疗法很关键的一点 是让患者明白 就算不采取强迫行为 也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后果 原先的焦虑会自己平息下来 这样一来 就打断了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之间的循环 为了做到这一点 在行为层面 治疗师会让患者暴露在 引发焦虑的环境中 慢慢适应焦虑 不再采取强迫行为 比如有个中年妇女 对动物有强迫恐惧 治疗师就让她放一只仓鼠 在自己被窝里钻来钻去 还有个公务员觉得信封会弄脏自己 让自己得病 所以她每天会不停地洗手 治疗师就让她躺在一大堆信封里 来克服对信封的恐惧 通过这种暴露疗法 患者会意识到自己从前恐惧的后果 都是不理性的焦虑 并不会真的发生 于是他们会渐渐停止焦虑 减轻强迫症状 许多研究发现 认知行为疗法能有效降低 强迫患者的焦虑 本书作者也推荐强迫症患者 尝试这个疗法 但认知行为疗法 也不是对所有人有效 因为它很依赖患者的配合 有些患者会觉得暴露疗法 过于艰难 中途放弃 还有些患者不信任医生的心理分析 拒绝自我反省 这都会导致治疗的失败 好 以上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最后要做两点提醒 首先并不是说 一个人出现了反复洗手 或者反复检查门 关没关 灯关没关 这些重复的行为 就代表他得了强迫症 强迫症的诊断标准 涉及行为表现 发生频率等等诸多因素 无论诊断还是治疗 请一定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而不是自行诊断和治疗 其次 目前无论是药物治疗 还是认知行为疗法 都不能根治强迫症 它们的作用是缓解病情 减少发作次数 并在强迫症发作时 帮我们尽快回到正轨 对大多数患者来说 强迫症会一辈子跟着自己 能做的是降低强迫症 对生活的干扰 本书作者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 虽然强迫症偶尔还会出现 但不会在他心里待很久 也很少给他带来痛苦 好 停不下来的人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